四川京县神秘大墓 大量的金丝楠木杖让人称奇 我一下看到木杖以后 我就非常吃惊 大概有十多公分厚的栏木 两千多年前的宝剑 散发出一股寒气 取出来以后还是寒光闪闪 剑人的和剑锋都非常的锋利 灯关盖被打开的那一瞬间 光果之中精光耀眼 大墓之中究竟隐藏了什么秘密 2010年1月31日 雅安市营京县博物馆馆长 接到一通电话 对方声称 自己重修房屋时 突然挖出了一些木板 和淘气碎片 听到此消息 馆长立刻就站了起来 他迅速前往现场 因为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在施工厂地挖出古墓 其实很正常 但等馆长到达现场之后 他一眼就认定 这肯定不是一座寻常的古代墓葬 我一下看到墓葬以后 我就非常吃惊 去的之前我认为可能是一般的墓葬 我一看是一种 大概有十多公分厚的栏木 做的一个棺果 金丝楠木是何种木材 在古代能使用他的人 非富即贵 因为其独特的纹理 以及千年不符的特性 深受皇家贵族的喜爱 在这处平平无奇的施工工地上 居然能够发现这种皇家葬具 这让人不禁思考起来 这位神秘的墓主人究竟是谁 根据史料中记载 八蜀生活过一群神秘部落 这群八人骁勇善战 在商周乃至楚秦等 强大国家的包围下 奋力反抗 如今留下的三星队 以及金沙遗址 正是他们的成就 他们透露着神秘与幽远 营京县的神秘墓主 会和八人有关吗 古墓的消息已经传开 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专家 纷纷齐聚营京县 在国家的批准下 他们展开了抢救性发掘 古墓的风土被一点点挖开 上层大多为细腻的褐色黏土 下层则是有木果底板垫底 专家一眼就认出 这是一种古老的土增方式 土坑木果木 现人会在土坑中使用木材 搭建出长方形或者方形的果实 最终将木果放置其中 这种藏俗从未在巴蜀之地出现过 专家推测 木主应该是一个远方的客人 细细观察之下 一些不起眼的碎桃片 却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细心的专家随机就清理出了大量桃片 这些桃片的表面 绘画着神秘的动物图形 造型怪异 令人称奇 在后续的修复工作中 两件桃壶恢复了千百年前的模样 漆黑的壶身再次印证着它的不凡 珠红描绘的文饰透露着一抹诡异 壶盖上的图形更是让人震惊 根据仔细辨认 两个壶盖上均绘画了三只变形凤鸟 古蜀人对鸟有一种特殊的崇拜 三星对神树上的九鸟金屋 金沙遗址出土的四鸟绕日 朱雀文作为巴蜀人的图腾 早就深埋在牧主人的内心 这奇怪的地方随即而来 一个巴蜀图腾 为何会出现在中原形制的墓葬中呢 就在清理工作继续向下时 却发现了在场所有人不愿看见的一幕 目观整体发生偏移 这是一个不祥之招 大量的陪葬品与光果一同发生位移 这样的墓葬通常都已经被盗墓贼光顾过了 发现这样的情况是每个人都不愿意见的 就在人们以为要失望而归时 一件埋着泥土中的金属条 将震惊现场所有人 仔细辨认就可以知道 这件金属条正是一柄宝剑 而那漆黑的外表正是宝剑的剑鞘 这千年前的宝剑究竟有何特别之处 当打开剑鞘的那一刻 一股寒气直逼在场所有人 尽管在地底也埋了两千多年 但仍旧遮不住它锋利的外表 一臂长的短剑两面都开了人 前窄后宽中间突起 这种形式既能保证金属的强度 也减轻了重量 但这同样让人产生了一个疑问 八属鲜民的青铜剑 一般剑底较短 剑身剑饼合为一体 整体好似柳叶的形状 它们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那就是在剑饼处 刻有明显的老虎图腾 而高山庙大墓中的剑明显出自于中原 有经验的专家仔细辨认或得知 这应该是一把楚氏宽阁剑 一名楚人被安葬在八属故地 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其矛盾的事情 先秦时期 八属部落与楚国之间纷争不断 可以说从头打到了尾 找一个仇家埋葬在自己的领土 这是一件不能被容忍的事情 古人信封 失死如是生 他们会将生前最喜爱的器物 一同带入冥界 墓主会是一位将军吗 这个答案很快就被证实 就在这柄青铜剑的旁边 他们赫然发现了两块被加工过的玉器 一块为菱形 一块为圆形 两者的相同点就是 都有着黄豆大小的钻孔 但钻孔均为大通 专家看到后心里就有了答案 宝剑的顶端顶住菱形玉 它被古人称为剑壁 圆形玉放置在剑饼处刚好合适 这块玉器被称为剑首 以往发掘中能出土 玉剑式的墓主 身份绝非一般 在考古工地上 专家又在旁边找到了一座古代墓葬 令人惊奇的是 两座古墓距离不足十米 专家恍人大悟 这里应该是座古墓群 他下令迅速进行排查 谈谈结果不出所料 高山庙这片土地上 竟然密密麻麻地分布着十一座古墓 看着如此密集的古墓 专家喜出望望 墓主的身份很有可能会 跟着其他十一座墓主 一同揭开 专家随即调来大批人员 十二座墓葬的发掘同时展开 人多力量大 很快就有了新的线索 专家发现 与一号墓葬相同葬制的共有七座 都出土的器物大致可以判断古墓 应该来自西汉初期 而且就在一号墓不远处的三号墓 专家有了惊人的发现 这是高庙山中唯一发现的一座完整内观 出于对文物的保护 关内的文物和光果将整体打包 运回成都再做开启 清点的过程中 专家发现 三号墓主似乎对墓制品轻有独钟 但到墓穴底部的墓制品就高达206件 大量生活用品反映了当时墓主惬意的生活 这座大墓幸运的逃过了盗墓贼的盗绝 密密麻麻的器物 让人瞠目结舌 一辆麻绝机缓缓驶入工地 因为光果重大三吨 单靠人力 无法将它运出墓坑 只能借助现代的力量 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 工作人员在做最后的准备 五厘米粗的麻绳将贯穿光果 起掉随即展开 就在此时 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倾斜的光果碰到了墓壁 现场陷入了一片混乱 工作人员迅速用敲坑将其分开 就在此时 因为光果的重量原因 一侧的麻绳即将透露 就在这危机时刻 驾驶员随即应变 将光果的一侧着地 分散了重量 最终化解了这场危机 这个被隐藏在地下 两千多年的秘密 即将被揭晓 当光果被打开的一瞬间 在场所有人都兴奋了 他们纷纷逃出相机 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 专家们更是将头 伸进缝隙之中 查看起来 但忙活了一通之后 却没有任何的发现 专家在商议过后决定 即可开关 观感移除后 鹰鹿眼帘的 竟是一滩金黄色的淤泥 边缘有大量起泡的痕迹 泛金黄色的一层淤泥 当然这种颜色是怎么产生的 我也不知道 它怎么起到化学反应 这种金黄色 就连专家都无法解释 他们只好取样化验 进行调查 淤泥之中 含水量极高 产子轻轻划过表面后 大量黑色物质 显现出来 对对对 对对 对对 好好好 放到盖上 在这儿 我这个手来盖 你不要到那个站 放大了 有闪光 起初 专家还以为 这是某种纺织物 但仔细一看才知道 黑色的物质 其实就是香茅 而香茅下 露出了血红色的物质 检测后得知 这些是硫化拱 也就是人们口中的 朱砂 工序越来越繁琐 专家不愿意放弃 任何一个蛛丝马迹 在专家的不懈努力下 一些细小颗粒被清理出来 经过化验 这是稻米 历经两千多年 它们已经碳化 三号光果中不仅有稻米的存在 还有高粱和果壶 清理越发接近尾声 可期盼中目主尸骨 却迟迟未发现 到最后现场也只剩下三人 墓地参存的牙齿 是能够证明目主曾经存在的唯一证据了 施工工地上 五号墓的发掘并不尽人意 从文物散落的痕迹来看 这座大墓已经惨遭毒手 就连围观的村民都已经散去 但惊喜来的就是这么突然 一个不起眼的漆盒将刷新人们的认知 当摄影师拍照记录后 它们打开了普通的漆盒 然而密密麻麻的钱币却让所有人震惊不已 这时人们才发现这种墓葬的独特之处 它是这片古墓群中最大的一座 而且其他人都是东西朝下 唯独它偏偏南北朝下 而且还有边箱和钱币的存在 在实验室中 专家试图将占联两千多年的钱币分开 在专家的不懈努力下 最终钱币被全部分离 经过统计 西河中的钱币高达700多枚 而且这700枚钱币还不是同一时期的 全是半两钱 这个半两钱经过我们的比对呢 它最晚的有四株半两 这个四株半两呢 应该是西汉文历时期开始铸造的 因此我们把这批墓葬的下限年代 打字断定在西汉初期 这位神秘富豪的身份越来越让人好奇 除了钱币和戚戚之外 他似乎还有一个爱好 牧主格外喜欢收集 兴童气 这种器物常常被贵族用来出酒 似乎为了印证这个猜想 专家接二连三地发现酒气 造型奇异 因虎口成蒜半形 而被古人称为蒜头铜虎 它可以容纳大量的酒 木坑的底部也有着新的发现 同样是一些原型木片 这是陪葬品似乎是高山庙墓葬群的标配 开孔的木片层层叠加 这是整个四川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这些神秘的木片上 似乎刻画着大量的神秘图案 看似与大墓毫无关联 但实际上却隐藏着木主 与天地之间的秘密 经过专家的复原 这块木壁呈现出两千多年前的模样 木壁之上画本繁琐 木主将弧形不断反转 金色的田中午似乎象征着层层波浪 而黑色区域应该是头部 黄点抽象成眼睛 尾部也拍打着浪花 这六只大鱼被木主绘制在这墓壁之上 而周围的黄色橄榄区域应该象征着谷屋 专家将所有线索一一整合 最终进行了大胆猜测 而迎经现在历史上其实非常的有名 因为它是南方丝绸之路的碧京之路 纵观川天梁省 通过缅 印 东南亚 西亚 以及遥远的欧洲 或许墓主就是一位楚人迁移到此 结合了当地习俗 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本 所以才产生了如此奇妙的脏俗 或许在未来的发掘中 能够揭开这位神秘附上的身份之谜 发掘仍得继续 神奇仍在发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